哈囉大家好 我是PepAka不重要 好久不見了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作品是 西方極樂園第四季 也就是最終季 它的UHD加BD六點限定版 好 拆封之前我們可以看一下得意的設計 這次是用一個紙套做包裹 前面是有中文的字體 然後前面的設計是一個骷髏頭和兩個機器人 裡面一顆心智球 背面的部分就是產品介紹 好 18斤的 好 側面就很簡單 就是一個西方極樂園的片名 兩邊都是一樣的 拆開紙套之後是長這個樣子的 其實沒有什麼變化 跟德利德紙套是幾乎一模一樣 只是德利德紙套就是中文化而已 再來這是膠和展開的樣貌 膠和裡面有一張這個是說明書嗎 它可能是每一集的簡介吧 至於背面的設計就很簡約囉 最近華納的光碟片都是設計都蠻簡約的 就是一個底色而已啦 那這個膠和它是用一個書的這種翻頁式的這種設計 其實蠻方便的 後面這三片就是 然後前面這三片就是UHD的部分 好我這邊順便介紹我這個第一到第三季的膠和收藏 那第一季的部分我是跟別人買二手的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版本 那它就是一個紅色的基底 非常的簡約 那背面的部分就是產品介紹啦 側面是長這個樣子的 打開之後 就是很簡單啦 它的設計就是一片UHD 一片藍光這樣 這邊是第一集的部分 它這樣子也像書本啦 用這樣的方式去放置光碟片 那由於第一季真的是太紅了 所以它第二季就多了一個這個 增長版 那我是買增長版的啦 那增長版的設計真的是 就比較漂亮了一些喔 你看喔 它這個牆壁裂掉的部分 它其實是有做浮雕的 有凹凸的感覺喔 這質感真的摸起來非常的舒服 側邊的部分呢 那個也有摸得出來凹凸的感覺 尤其它這個片名是做浮雕的喔 至於背面的部分 它這個就是產品介紹啦 大家看一下 它底邊呢 是白色的 沒有做設計 它這個紙盒是蠻厚的啦 具有保護的作用 那光碟就是從這個側面 這個地方取出囉 它這個 蠻像書本書盒式的方式 我其實蠻喜歡的 耶耶耶 就是這樣子打開 那盒子裡面的內裡 是屬於完全的全黑的 沒有做任何設計 裡頭的光碟盒包裝 它是有反光面比較重的一種質感 側面就是這個樣子的 背面 它這個就沒有做凹凸了啦 就很一般這個反光面比較重的 這樣的感覺 我們來打開它 哇 欸蠻漂亮的耶 哇 好 欸它這個光碟片有做設計喔 是一種電路版的那種感覺 欸 然後摸起來好像是有一點凹凸 凹凸的感覺 有浮雕的感覺 欸其實蠻棒的 然後另外一邊我們看看 喔 喔 它一樣的設計啊 那只是它旁邊有寫123啊 方便讓我們去做確認 喔 不要搞錯騙子啦 那內圖我就不拆開了啦 因為就是西部世界的那個園區嘛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由於第二季呢 收視率和平價明顯的下滑 所以第三季 我總覺得第三季它的包裝呢 就變比較廉價一些喔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你看 哇 都沒有說什麼凹凸面啊什麼的 欸這些都沒有喔 而且我們近看可以看得出來 會有一些噪點 那噪點的話就很明顯喔 那這張圖 這張背景圖的這些小噪點 就可以知道說 它可能本來是一個比較小的圖 然後把它放大 背面就是產品介紹啦 一樣是18鏡的喔 側邊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跟第四季的這個包裝呢 它的設計的質感 感覺很類似喔 但是我是覺得第四季 比較漂亮一點 喔 第三季喔 它的這個設計比較不一樣 它的內圖就 但是也相當的簡約啦 側邊是這個樣子的 背面是這個樣子的 這是膠盒展開的樣式 膠盒打開後呢 旁邊這邊有一個小小的一本喔 這應該是每一集的簡介啦 你看左邊這邊有 這是第一片 然後打開 這邊是第二片 第三片 那裡面就一樣啦 光碟片呢 都進入就是沒有設計這樣子啦 都很簡單很簡約風啦 它下面這個地方呢 我買來它就自己破掉了 有瑕疵啦 哎呀真的是喔 那我就 沒有去跟賣家再重新跟它 退啦 因為我想說 它這個畢竟不是鐵盒嗎 如果是鐵盒的話 我一定會極力爭取退換 不然 傷了這個 確實蠻嚴重的 我非常喜歡 西方極樂園這個影集 這也是我唯一有收藏 4KUH1的影碟喔 為什麼我會喜歡它呢 我當然是諾蘭的粉絲啦 那它剛好是諾蘭的弟弟 強大森諾蘭夫婦呢 他們主創的作品喔 第一季 堪爭經典中的經典 第二季我也蠻喜歡的 第三季 我覺得有點不行喔 那第四季的這個故事鋪陳 還有內容有提升了 不過最後不堪收視域的持續下降喔 最終被砍拒喔 其實它每一季都有在探討 一個很重要很重大的主題喔 不免得這部影集持續的都有在探討 何以為人 自我意識是什麼 在懷疑我們的世界是否為真實 這些關於哲學當中形上學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內容呢 人類不久的將來不久的未來 勢必會發生很嚴重的議題 只是這部影集走的比較前面一點 我也非常確信可能50年後進而去探討 畏懼人工智慧成熟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它特別之處就是 你如果用正向的一個敘事點去觀看 是有一種意思在 你用了強大聲諾蘭重新編排過的 影集當中的這樣的敘事模式 去跟著走的時候 又有另外一種感覺 而每一句對白 甚至有些人物的一些小動作呢 都別有意義 我非常希望這部影集可以起死回生 我希望它會有更多的觀眾去關注這部影集 雖然它相當的沉悶 現在的人非常的沒有耐心啊 所以這是它相對吃虧的 娛樂性比較低啊 以上是我這次介紹的影碟碟片 喜歡熱心的雨聲的話 也別吝嗇按讚訂閱 外加狂點那個小鈴鐺啊 你們的支持是我們製作影片最大的動力 也希望大家持續支持 我們頻道可愛的日向芹菜 他的Facebook以及IG 那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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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